頭場賽事 五班千四米準備 現在又轉了四號大熱 一開始集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看到外面位置有新生 中間天宮 埋遍粉紅眼罩風彩人生 再看到埋遍位置 還有這隻火龍寶 還有海旋威 中間夾著馬匹有開心架道 在外面同感 最後一層馬 內蘭黃眼罩齊勝 中間橙衣黃金了題 尾五紅衣紅帽 還有晉威王 尾四電信超聲 尾三位置就雙月灣 暫時電口一對 好玩神驅 還有快達小指 好 向著這個 就是八百萬的斷柱進發 前面新生帶了出來 撕離了三個馬位 風彩人生第二位 第三位天宮 再落後三個馬位 第四位才有火龍寶 後面的馬海旋威 中間開心架道 外面同感 後面的馬進威王 黃金了題 在入面黃眼罩齊勝 尾四電信超聲 尾三快達小指 包括一對雙月灣 和好玩神驅 一征直路 前面身身擠離了 大概一個半身米 粉紅眼罩風彩人生 開始納上來了 火龍寶和天宮 也都追近一點 在中檔位置 也有銅錦追近 外面上那麼多 是晉威王 入面位置還有海旋威 大外當黃金了題 和電信超聲 鬥到最後八多米 前面偷出的馬 有火龍寶直追 近面的風彩人生 中間海旋威也都上緊 外面位置還有銅錦 接近終點的時候 風彩人生到先了 第二名有海旋威 火龍寶比較接近 看來海旋威的第二 好像機會高一點 結果這場賽事 一直跟在前面的 就是這隻風彩人生 畢竟也是今季會贏的馬 會贏就是會贏 結果就贏了 海旋威第二 火龍寶和銅錦那些馬很接近 結果這隻風彩人生 捱到 真的捱到 他都… 真的捱到 但其他的馬更差 海旋威第二 火龍寶第三 銅錦也有第四 銅錦直接去到200 都覺得沒有了 這隻馬 撼不起來 還可以追近一點 跑到第四 這組的水準真是一流頂 可以 差不多了 五班 差不多了 不要再說了 十一、五、一、六 補出鏡頭 這樣才可以這樣 原來這組真的弱到這麼近 五回答十幾多 66倍 對 也不是太多 要回答一會比較冷 要回答火龍寶的話 火龍寶 結果最後被人射擊了 海旋威的第二 看怎麼跑 還是在前面走 但冷不防 身身拾不檔起步 到你來… 站 不是冷的 都說這個 不知道會不會走 真的走得很快 澤哥也預告過 我不知道 拾不檔… 即是你留後還是走 選擇走 正常偏快捕捉 第三段是快了 頭兩段就普通 正常 中庭 正常 拍寶死也要拿遮擋 看到後面人家俊 唯有捉一捉 拍寶 拍寶 都… 頭入感也挺強 但天弓又等到前面 這個計不到了 為何會放在前面 是否應該可以稍留在海旋威 海旋威現在在哪 都要看一看它 內難 第五 對 他就叫做前面幾隻 脫掉的馬之中 在主馬群 就叫做戴著最前的 對 不過其實這場的馬群 又比我想像中 拉得疏一點 即是五班馬 哪隻有把握 可以追到八至九個馬位 對 所以不是太過特別作準 所以後面那班 有些電訊超星 飛隊外面追 他是追那裡 對 他也是追那麼多 其實如果到現在四月尾 接下來的五班賽事 其實你都不需要怎樣去研究 什麼賽職 甚至還有一些跑法 最重要馬群夠不夠健康 體力如何 去到季尾就是這樣選 頭兩段就慢一點 13秒64 22秒2 都比標準時間偏慢 第三段就踩快 23秒67 目的24秒32 總時間1分23秒83 總時間慢過標準時間接近四線